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日黄金周结束 录得六十多万游客到访 人数是否等同于消费数 社会上的看法莫衷一视 而低价内地旅行团 对内地游客及本地居民 都有負面影響 所謂的旅遊轉型 看來除了業界努力之外 政府和整體社會都要有所反思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大報解 五日黃金假期剛剛結束 社會上對於旅遊界 旅遊業的情況都很關心 很多問題都要討論 例如低價旅遊前怎麼看 內地遊客的旅遊的消費模式 是否改變了 如果香港要旅遊轉型 還要做些甚麼功夫呢 我們現在不跟嘉賓談談 我們今天是嘉賓 香港旅遊月議會總管事楊淑芳女士 楊總管事你好 你好 今次黃金假期來的遊客的人數 全部都是我們可以滿意達到預期的 我覺得人數是跟我們預期相約的 因為我們預期就是六十萬的內地入境旅客 出來是六十二萬多 是相約的 但你說是否滿意 當然這也是疫情前的大約六成左右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會更加多 很多人說 包括零售 即是餐飲界都覺得 那些內地遊客來的消費模式 跟過去有點不同 那些很貴價的 可能不一定很受歡迎 即是不太暢旺 例如吃東西 大家湧上去茶餐廳 這個可能跟內地社會經濟的壓力有影響 大家消費力的問題 這個情況 這個分析 是不是屬實呢 我又不完全同意 我們覺得主要來講 是內地現在用的社交平台 其實那裡的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看到最多人排隊那些 可能有幾個茶餐廳 就是因為小紅豬那裡講得很熱 你知道現在 還有我想如果大家 大家觀眾有留意 這個五一的黃金周裡面 其實內地的旅客 他們來的 我們看到的旅客質素 其實提高了很多 每個人都穿得很漂亮 也打扮得很好 打卡 怎樣去回到自己的社交平台 那裡去Post出來 是 所以我覺得主要暢旺的地方 就是因為在內地的社交平台 是因為受到業行 所以那些就有零食排場 我覺得不是說 只是因為原因 是價錢的問題 是 你講到社交平台 有些人很覺得 正如你講 因為社交平台的宣傳 鼓動 互相影響 就突然過來 有些點 有些打卡點 可能是香港人覺得亡名其妙的 忽然間有很多人去 但另一方面 有些人覺得很頭疾 就是 因為你在社交平台 一個人 一個個案 一宣案 就有很大影響 正面也好 負面也好 有些負面的 有一宣推動 打架 就變成 打架 來講 那個影響 影不影響到我們 你估計 對整體內地遊客 對香港的觀感 都不是很大影響 不是好像一個個 具體的個案 都這麼誇張 是不是 是的 所以這個 我想我們的宣傳也好 或者那個效果 除了要說香港有多好之外 真的要十分之留意 這些社交媒體裡面所說的 當然我們要反映一些事實 變成有些被煲大了 也誇張了 我們一定要去說 還有有什麼好的地方 譬如說這次我們覺得 這個五一黃金周 因為事前的準備 各方面 政府也好 熱界也好 我們都做了很多的準備功夫 也開了幾次的會議 所以管理上是好的 我覺得是 整體來說好的 你見不到有什麼亂象 那些 所以好像這些 我覺得就應該 在這些社交媒體裡面 更加去放大 讓人們覺得來到香港的時候 都OK 到處都很有別墜 又或者是說 那些地方又好玩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開心的事件 所以這一方面 反而我們覺得要著重 我們又不可以封著人把口 不讓人說 他說到有廣大廣勢 我們又沒有辦法阻止他 同時 也有些人說得好 我也看過很多小龍書上 很多人稱讚香港 令他很感動 令他很意外 很驚喜等等 也有 那這個 就是這樣了 大家自由地在這裡說 如果這些聲音都沒有了 正面反面都沒有 反而證明市道很淡 也不是好事 但其中有些說法 是否值得我們注意 有些提法就是說 景點好像沒有什麼新變化 或者說 我很多年前來過 現在再來 香港好像沒有以前那麼乾淨 沒有那麼綺麗 諸如此 諸如此 這些就不是業界可以解決的 不是TIC可以解決的 但這些問題 是不是值得我們重視呢 肯定重視 肯定要重視 這個在宣傳方面 我們真的要做得加倍努力 或者我要這麼說加倍努力 譬如其中一點就是說 他說沒有什麼新景點 其實我想 疫情前和疫情後 不可能說沒有什麼新景點 隨口說 我們都說到十個八個 故宮博物館這一個 是的 譬如你整個西九 M加博物館 故宮 那個藝術公園 那個全海景 接著譬如說 我們在昂平那裡上去之後 它有一個如果傳水晶的車廂 那個打卡也是超棒 還有那個山頂藍色日新 我們隨口說 都已經一輪嘴有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 這裡就是在宣傳那方面 當然 我們也好像剛才程先生你說的 我們也不可以說 那些人說沒有 那你就不讓人說 那別人說沒有 那你就說有什麼東西出來 那就令到事實反映出來 我覺得這個景點多不多 你覺得對 這幾年雖然是疫情 其實不知不覺都多了一些景點 除了西九之外 還有其他地方多了一些景點 問題就是有些更加好的啟示 就是是不是就是說 這個跟我們稍後要談這個旅遊轉型有關 就是我們用那些景點來計算 這個都是一個傳統的一個觀念上面 就是加多幾個景點就會多些人來 比如說麥理浩徑 我在小紅書上面 十個有說香港 有八個都是說麥理浩徑的 那我住在西貢 我都經常說麥理浩徑 就是很多人 十個狀面 狀口狀面 九個都是普通話 都是內地的 那這個就不是景點的問題 這個就變成是真的旅遊轉型的問題 就是是不是這方面 策略上無論是政府也好 都是要做些工夫 要調整一下那個方向 同意 我覺得旅遊要給一些多元化 就是不同的體驗 那剛才譬如你有說過 就是我們那個叫做 就是我們叫做綠色的 就是香港的綠色油 那些hiking那些 就是其實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麼小的地方 它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hiking的地方 還有還有一件事我想重點要說香港不同的就是 很多地方外國都有一些hiking 就是我想在其他地方很難找一個地方 你剛好看完之後呢 就是半個小時鬆一點你已經去市區 就是我想這一件事 就是將我們那個大都匯 和我們那個郊外的郊外的距離 香港是一個真是 我真是想不到別的地方又可以有這樣的環境 所以這裡我們應該是要放大 就是你要都市要城市的熱纜 還有你又要去郊外的景致的話 一個行山的景致的話 其實你可以同一個上午 不要說同一個上午你都可以做到兩年 就是我想這些是可以再放大的東西 另外還有一件事我也想提 因為最近我也去了一個在星光大 他們有一個是霹靂舞的一個活動 因為霹靂舞也是剛剛在接下來的奧運 是一個項目的 是 他們有一個這樣的活動在 霹靂舞 也都再加上我們那個電影文化 就是說它有幾大的 四大應該是霹靂芸、張國榮、陳百強 還有李小龍那樣 這幾個巨星 我們的巨星 都是剛剛去世了50、30、20週年 他們就用回他們那些經典的歌曲的文化 就用霹靂舞的演藝是一個活動 其實這些活動當然活動不是一整天都有 但是我覺得香港 我們都是叫做一個城市之都 另外就可以用這些去包裝我們一些旅 這些也是肯定吸引我們內地也好 或者是東南亞的市場 都肯定是很受歡迎 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我們香港的這個特質 有其他地方想抄襲也差不多 沒錯 有些是不可替代的 香港獨有的 而且是新的就會受歡迎 剛才你說起那個郊區和市區的都市的問題 我以前英國讀書的那些教授 每年來香港招生 我帶他們四處去 每個人都有同一個印象就是 你那裡市中心 去到熱帶雨林 去什麼半山那些 郊區森林 半個小時就到了 很奇怪 很多很新鮮 有些人可能以為 淺水灣就是在中環隔離的 那些這樣的想法 不過有另一樣東西 就似乎真的要有些數字上去說明一下 就是買東西 香港以前叫做購物天堂 現在聽說海南 他們那些購物區 可能分薄了香港的市場 還有那些人購物的那個 就是他在內地可能都買到同樣的東西 價錢不相差太遠 變成來香港買東西購物天堂 這個吸引力是不是相對減弱了 我同意 還有我剛才所說也是這樣說 譬如你購物這方面 其實是不難去取代 或者我這麼說 是的 香港都是一個 我們叫做免稅的城市 很多東西 所以相對來說 購物都是比較優惠的 但是我想尤其是過去幾年疫情 其實很多人都會用了網購 網購是其中一個取代點 至於內地的旅客來說 譬如海南也是免稅 變成他們是不是 你說純粹的 因為我來到香港 我想去購物 所以我特意要來香港 我覺得你說純粹這個意欲 而他要來香港 就是減弱了 所以我們就是說 我們應該是說 吸引個旅客來香港 之餘他可以在香港購物 去香港購物 就不是說因為購物 所以旅客來順便去看看其他地方 就是要兩個反轉 主和餡要反轉 我們一會兒回來 再聽聽總幹事跟他們分析一下 歡迎繼續收看時事大報解 我們今天嘉賓來香港旅遊議會 楊淑芬總幹事 總幹事 剛才休息前說起這個購物 就是跟我開始說這個消費的模式 是不是有些改變呢 是 沒錯的 購物是會跟之前有所不同 因為香港做了幾十年 都是說購物天堂 主要的人來到香港就是去買東西 但是現在我們的模式要轉變 就是他要來去感受香港 去體驗香港不同的精彩的東西 而購物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你說購物是不是 就是沒有了吸引力 我也覺得不是的 就是香港依然有去過吸引力 在購物方面 說到我們也是一個免稅的地方 還有香港也都有某些的 譬如珠寶設計那些 也都是比較獨特 是香港唯一 不是香港唯一的 香港是一個少數的地方 它是有一個專門修讀珠寶設計 有一些珠寶設計 這裡也都是有些旅客要來香港的 其中一個的原因 但是我們千萬不能再指望 它主要是來購物 所以就要用購物這件事 只是用購物這件事 為一個主打去吸引旅客 就不可以長久的 因為現在其實這個模式 所有的科技都進步了 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代替到這件事 低價旅行團現在有很多議論 其實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 如果你出現一個過度旅遊的情況 那些遊客本身和本地居民 都覺得不是一件好事 我想先問一個數字 現在看上去 大家以為低價旅行團佔了很多人數 但總的人數在六十多萬 或者好像一百年有六千多萬 自由行的多 還是總人數自由行的多 還是旅行團的多 這個當然是自由行多 不要看回疫情之前 就是最近五一黃金周 我們有六十二萬的旅客 其實有八成幾九成都是自由行 然後裏面其實在說旅行團 旅行團真的是幾個百分之 是很小的額 當然還有些可能是來探親 那些自己來旅遊 所以看到那個比例是相差很遠 還有我們看到今年五一 那個比例更加拉得遠 就是自由行和這個團體 那裡更加拉得遠 所以當然在疫情前其實都一樣的 都是自由行肯定是多很多的 但是這個模式就是 所以你說是不是真的 對於我們整體來說 影響是這麼大呢 因為旅客過多 其實大家看回旅行團的數字是很少的 所以我想我們的專注 應該就是放在我們怎樣去管理 我們這些的旅行團 令到他們對於我們香港的居民 日常生活的影響減至最低 我覺得這裡是我們要做好管理 而在旅客那方面 其實旅客 我不可以說那些叫做低價錢或者怎樣 因為老實說價錢高還是低 是視乎你給什麼東西的旅遊產品 或者住在哪裡吃什麼 我覺得我們香港最重要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說因為老實說我們說八貨給八客 就是不同的客人他會需要不同的貨 最重要就是你要貨要對貨 就是說你要給人家多少餐 你要住在哪些酒店 這些住宿 那些賓館 就是要說得清清楚楚 變成了等旅客來到的時候 他們是知道自己會去住哪裏 去吃些什麼東西 去哪些景點 那這樣東西一定要清楚 就是要課真價實這樣 那我覺得這裡就是要 我們要把這把尺 一定要很小心去做 而我覺得我們香港是一個 就是多元化包容所有的社會來的 浩克之道 我們都不應該只是選擇說 你高價的客就來香港了 低價的客就不要來 那我想沒有一個地方 會是這樣去接待令客 那我的理解 所謂低價團 它既不一定有一個購物的指標 也都不會彈求 一定要吃很好的東西 住很好的酒店 看什麼很多好的景點 但是最重要就是它是盜刺一游 就是我花幾百元來香港 叫做來過香港 所以它對一般其他的東西 可能正如你說要求不會太高 自己的資格 就是你付多少錢 就是多少的待遇 問題就是 因為它一次過 每一個團人數多 或多或少會有些影響 所以怎樣把這個佔總人數 做很少的旅行團 不要變成影響整個旅遊業的印象 這裏可以做些什麼策略上的功夫呢 其實這個就正如早前三月幾個時候 出了那個亂指之後 特首都有提過 我覺得我們自己業界也好 政府的不同部門也好 甚至乎現在這個監管機構 旅監局 我們大家都是一致認同 那個管理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怎樣去管理好 這些旅行團的操作的行程 這樣 譬如說第一件事 或者說回這個 在新的旅遊業條例之下 其實一定不可以強迫購物 我可以說一句 由我們開關 就是通關二月到現在 我們沒有收到任何一個旅客投訴 關於任何的強迫購物 這件事其實業界是做得很好 當然監管機構也做得很好 還有現在 譬如說以前來說 很多時候那些導遊 他就是沒有一個定了的日薪 所以可能導遊 他要拿回自己當日的薪金 就逼一些旅客去買東西 沒有買東西他就自己白做 但是現在其實這個模式 業界已經改變了一個模式 就是說導遊都給回一個指定的日薪 變了他就算旅客真的不買東西 他買東西你就當是一個多了的一個優惠 他不買東西你也有一個自己本身的日薪 所以你已經不會說有那個導遊要驅使到他 你一定要買東西 不買東西不給外面考工 這件事已經在那個導遊那方面來說 就用這個模式就令到他們不會去推些客人去買東西 當然在新監管閣合法例之下 也是強迷購物是不可以的 這裏也是一個刑事 以前我們旅議會的時代 這個我們就叫做一個家規的指引 犯規就要去指控會怎樣去罰款 但是現在不是的 現在強迷購物是坐牢的 是認識你 所以加上這種種的東西 其實現在是沒有 就是由我們通關到現在 是一個是零投訴的在這方面 所以在購物 其實我覺得我們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管理 也都業界裏面做了另一個措施 就是給了這個日新的機制給一些導遊 這個是第一 而至於第二個 譬如當時三月份的亂指 就是那個食物那裏 餐廳那裏 我想大家都記得 就是2月6號開始 正式的旅行全開通關之後 其實都來得很急的 我想是早幾天開始才知道通關 你知道疫情停了三 其實很多餐廳都真的還沒開 所以其實對話一下子要開始去接待 旅客就離來去得到那一間 只做兩間餐廳 所以在那個安排上是做得不好 當時是對當地的居民也有所影響 而出了這件事之後 接著好了 去看我們怎樣去管理好它 變成旅監局都說了 做一個預約 要有預約你才可以去 就不要在門口排停警隊 不知道要排多久 對旅客的體驗都是不好的 所以就做回這個預約 也都加上我們業界和監管機構 也都四處去將落 一些多一些的食肆 變成我們也有一個大概的食肆 可以接受這個預訂的團餐的餐廳 那就多了 變成後來我們就出了這個 楊子晶在船上吃 還有在陸陸續續 也都會多一些的 專門做這些團餐的餐廳和酒樓 會開業 譬如說我們也會在一些 不是居住的區域那裡 譬如尖東 九龍灣這些 變成把它分散人流 我們覺得這件事可以幫到的整體情況 內地的社交網絡 很多人不是看香港的迪士尼樂園 海洋公園 專門捐捐一些中環 洞洞洞洞洞洞 舊街的風情 專門拍電車的 因為內地沒有電車 電車的照片 譬如沖那些密集的大廈等等 這些我們在本地 不覺得是一件什麼事 但外人就覺得是香港的一種風情 這些來說 在我們宣傳的時候 是不是都應該有些策略 不只是說所謂景點 因為那些人覺得 那些景點是我自己定的 不是你定給我的 我在隨街 他們叫街拍 街拍就是它的景點 這些來說 是不是都是我們的旅行 我們的政府也好 或者是旅遊街 都要想一下 怎樣要這方面做一些功夫呢 同意的 其實一路下 譬如旅法局 它都會做這些小區文化的宣傳 是 譬如說早前 其實在疫情之前 2018年已經開始做 他們有一些叫小區的文化 即是地道文化 最初第一個做的就是中環區 構成中環 其實從中上環那裡 一直開始走到中環 包括中山歷史徑那裡 中環還有很多 它有很多那些碑片 就是那些碑畫就是畫牆那些 香港特色的文化 在舊城中環之後 也有深水埗 深水埗也是一個舊區 原來它也是充滿藝術的元素在裡面 這些種種其實 旅法局一直都在做這些叫小區文化 在當地來說 它們也有宣傳的 但是當然我想這些也是會 我們剛才也說過了 通常就是自由行 它們就會去選擇的旅遊模式 當然旅行團就不會 那麼大群人很難去感受這些體驗 但是自由行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加強 加強了這個宣傳之後 在整體來說 我想我們也不想看到 很多旅客塞住在某一個區 如果大家是分散了的話 在那個對當地的居民的影響 也會更加減少 我看到譬如 荷里活道那些圖片 那些圖鴉 那些街仔裡面有一間咖啡店 這些中產階級的年輕人 是看這些的 就不是去迪士尼樂園 去海洋公園那些 你看到宣傳 這方面是不是議會也好 業界也好 和政府也要加強更多的 要推動一下 我感覺不到剛才你說的 就是很著重小街小區的宣傳 不是很見到的 都是一些大的 最多是說地質公園那些 有些細節的 那些是否也要在策略上改變一下 沒錯 我覺得要再多些途徑 去做一些不同的宣傳 因為這些 老實說 例如我們剛才說的一些細佳 一些圖鴉 它本身不像這些主題公園 自己都會去做宣傳 所以這些就真的很靠 例如我們女法局 我想尤其是女法局 都用他們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宣傳 其中一個 其實都做得不錯的 就是用一些叫KOL 那些KOL網紅 網紅去做一些 因為他們上面很流行 真的找多些去網 去這些地方去玩 去看完 然後在他們的社交媒體裡 一講一發出來 我覺得這個效果 自然會多 多謝總幹事跟我們聊天 時事大播解 下回分解 來吧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